欢迎收看明星逗逗乐 感谢收看本频道 有网友注意到了 李健都能带着单一诚参加生生不息 为什么却不见李克勤带着他的爱徒 同为好声音总冠军的五颗月 参加生生不息呢 五颗月作为粤语歌曲的后期之秀 在好声音第十季节目中 几乎全程靠粤语歌曲参赛 最后更是夺得好声音第十季的总冠军 成为节目史上唯一一个粤语歌曲总冠军 按理说 在粤语歌曲方面 五颗月比单一诚更有优势 李健都能带着单一诚参加生生不息 没理由李克勤不带五颗月 而且五颗月独冠到现在 除了上过几档晚会 还没有上过综艺节目 所以人气一举上不去 生生不息不仅适合五颗月 还能增加他的曝光度 对他今后的发展非常有利 可为什么五颗月就没有机会参加生生不息呢 其实作为李克勤的学生 本来是有机会的 只不过这个机会落到了李克勤的另一位学生 严明熙身上 是的 生生不息是六组歌手中 年龄最小的严明熙 仅有17岁 她是香港TVB生梦传奇的三料冠军 同时也是李克勤的冠军学员 因为李克勤就是生梦传奇的导师 所以我们看到 不是李克勤没有带着学生参加生生不息 只不过她带的是严明熙 而不是五颗月 从第一期节目严明熙的表现来看 我认为李克勤带严明熙参加生生不息 是正确的选择 在第一期节目中 严明熙翻唱了一首情感爆满的歌曲《飞飞》 用细腻的表达娓娓道来 令人印象深刻 赢得一支好评 在第一期歌曲热力值榜单上 严明熙的飞飞获得94.23万热力值 跟毛不易遥远的她的94.73万热力值 仅差5000只差 并且差距越来越小 极有可能超过毛不易登上第一名的宝座 排在第三名的单一城 凭借爱与痛的边缘获得67万热力值 已经被严明熙拉开了距离 对于在内地没有什么知名度的严明熙来说 她能跟毛不易并驾齐驱 领先单一城那样的人气歌手 不能不说确实很有实力 所以李克勤代言明熙参加声声不息是正确的选择 而如果是五颗月 别的歌手暂且不说 就说她跟同为好声音总冠军的单一城 就不是她能抗衡的 单说唱功 五颗月就差了单一城一截 若是她跟单一城同台 那差距就太明显了 李克勤的面子岂不是保不住了 只是没有参加声声不息的五颗月 失去了一个极有可能走红的机会 不知道她今后的音乐之路怎么走下去 谢谢